GF-Z3601.6声料提升机 链斗式提升机安装图解 首先,打开木箱,取出各种部件摆放在一起 将入料盖和电击盖固定螺栓松开 并用月牙型专用扳手将锁紧摩擦片的大螺母放松 然后再将提升机的底座固定 调节四个调节角水平并置平稳 1.安装底座两侧上部的连接板与树板 每个部件有唯一的对应编号 用连接杆将两侧连接板与树板相连接 连接杆的固定螺栓为M10x2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装好两侧竖板 再安装上部转角部位一对侧板 然后安装上部水平位置的一对侧板 每块板之间都在同一水平线上 然后将一个带有胶圈的链轮放在侧板最前端 带胶圈链轮放在左边 即链条安装时有大头销钉的那一边 用螺栓固定将其余两个链轮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3.安装链条 将整个机架及链轮装好后可以开始装链条 链条有两个规格 1号与2号 1号链条 有大头销的那条 装在提升机前进方向的左边 2号装在右边 先提翼端顺着机架上的倒槽 自上而下穿入链轮 然后自下而上穿入主动链轮及张紧链轮 指之完形闭合 然后用连接杆将其连接好 用同样方法安装第二条链条 特别提醒 请注意当第二条链条到达主动链轮时 请将两条链条的销轴对齐 图6图7 放入主动链轮中 否则两个销轴会不平行 会使撂斗倾斜 两条链条装好后 调整张紧螺栓 使链条松紧适中 并且两条松紧要一致 用手将链条拉动 感觉轻松运转 没有卡死现象 否则要检查链轮的安装 及配合情况